当地时间5月5日,在2019年温哥华马拉松赛的赛道上,来自加拿大和中国的逾700名长跑爱好者、运动员及各界人士身着写着跑向2022北京的蓝色跑山,参加全程半程马拉松和8公里长跑项目,为2022年北京冬奥会助跑。 这一名为《相约最美温马助力北京冬奥》的活动,是连续第二年在温哥华马拉松期间举行,活动由加拿大华人联合总会主办,加拿大青少年体育促进会承办。 中国驻温哥华总领事佟晓琳表示,相信体育运动可拉近中加两国舰的距离,增进相互了解。 这不仅是连接太平洋两岸的一座普通的桥梁,这是体育的桥梁,这是友谊的桥梁,这是心与心相联系的桥梁,这是中加世代友好的桥梁。 它是关于健康,它是关于美丽的冬奥和美丽的城市,它是关于加拿大区困球奥运选手参加过北京奥运的卑诗省省议会体育与多元文化秘书拉维卡龙也相信, 体育运动会让两国人民之间联系的更为紧密。 用我们的七百建儿,每一个人用实际行动,为我们的主帝国,其实两国华的献一份贺礼。 温哥华和北京虽然远和太平洋,但是奥运精神却讲,这两个城市和家中两国人民的友谊仅仅相连。 我们更愿意以家中体育交流的实际行动,为主帝国献上一份诚挚的护礼。 本次助跑活动继续得到温哥华、桥界、中资企业和留学生的热烈响应,中国驻温总领事馆也组团参加。 今年我们正式参赛的有七百多人,我们更多的人参与,大家更加团结,觉得这个事为中家友谊,我们愿意作为海外华人做一些更多的贡献。 参加这个城市是我们的公会,是我们的骄傲,只有我一日身体健康,我都会出席参加祝冬牛年份成功。 我特别喜欢运动,因为我觉得运动能给我带来开心、开乐和机器,我们也特别希望我们成为家中友谊的小试者,通过体育,家中友谊的桥梁,通过体育,感知世界,让我们一起跑向202。 来自于60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1.8万名参赛者参加了今年的温哥华马拉松赛,日本选手川内幽辉和他的伴侣水口幼子包揽当日全程马拉松赛的男女金牌。 温哥华马拉松是加拿大第二大马拉松赛事,其赛道全程约有75%沿海而行,被评为全球十家马拉松之一,同时也拥有世界最美马拉松的美誉。 感谢观看